印度法官为日本战犯辩护,称日本侵略中国无罪,日本人为他立背。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中国、美国等国作为战胜国,为解决日本战外之责任问题, 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日本战犯的罪行分为甲级,乙级和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有28人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以东条英, 即为受的7名甲级战犯则被判处缴刑东条英级,为了体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公正性。 国际社会还安排了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参与审判工作。 来自英属印度的法官拉达兵诺德巴尔代表印度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拉达兵诺德巴尔士加尔和达狗等法院法官精通国际法。 然而在远东国家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拉达兵诺德巴尔一直坚持认为, 日本战犯全体成员都无罪他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种审判, 其实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 日本对战争只负有道德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 拉达兵诺德巴尔 按照拉达兵诺德巴尔的观点,日本侵略中国是无罪的事, 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日本, 只不过是战败国而已,只对其战争罪行负有道德责任。 日本战犯应该全体无罪,释放不过巴尔的错误观点, 并没有影响东京审判的进行, 被巴尔认为无罪的人,日本甲级战犯。 在后来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由于拉达兵诺德巴尔鼓吹日本侵略战争, 无罪论,因而受到日本又一分子的欢迎。 在2005的时候,一些日本人还在敬国神设为拉达兵诺德巴尔, 树立了一块石碑纪念巴尔所谓的日本侵略战争无罪论, 对巴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本战法的辩护, 表示,赞扬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东北, 巴尔身为英属印度的法官, 应该明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如果日军和德军在印度会是后果, 会怎么样恐怕印度又将会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 加如是本人打到了印度巴尔法官, 会不会认为日本侵略印度也是无罪的, 会不会认为那些在印度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 也是无罪的, 如果日本人真的打到了印度。